我们刚才看了最大的Pent House 又看了800尺的两房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Pent House 这个和刚才完全不同 刚才的Pent House是2000多尺 三房 这个Pent House是1862尺 也是上下两层幅色 它是小一间房 上面一个套房 下面一个套房 上面还有一个家庭 楼下这边除了套房的全厨房 还有一个Powder Room 楼底也是一样高 跟刚才的间隔有点不同 如果大家记得 是进到厨房厅位 好像一个大的正方体 是Cornel两边窗 这个不是 这个厨房居住在里面 但面向着一排的窗 向着正西的 刚刚日落西斜 阳光就射进来 这个间隔 就是把客厅和饭厅分得很开 这边就是一个很明确的饭厅位 闊度 你现在看到它放八人桌 前后的幅度也足够 如果大家有印象 刚才的Pent House 就是饭厅后面就是客厅 你好像怕碰到后面的梳化 这边就没有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完整的饭厅位 这边就是一个完整的客厅位 光的话 两排上下的玻璃窗 背板墙上面 也有四盏灯 照明上面也会好些 当然上面天花也有灯 如果大家看上面天花 看到那些一条条黑白色的 那些就是冷气暖气的出风位 我们可以进去露台 我们可以进去露台 看一下景色 现在我们看上去这个位置 正对着Youtang的海湾 很多游艇拍了在那里 Cambi就在这个前面 这里看后面是西 那边就是北 这里我们看上去就是繁华 很多楼 我们可以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 这个洗手间 我就觉得有点眼前一亮 因为它是有窗的 唯一一个我们今天看了这么多单位 都是黑池 这个是有窗 而且不只是一个小窗 它是落地的 上下的 这里不能开灯 这里是可以开的窗 所以洗手间 也是做了一个窗帘 shower在这里照顾 一样5片 接着主人房这边还有一个位置 他现在放了一张可以挨的椅子 进来主人房 主人房也是有access的 可以去露台 这边是可以出去的 在外面也做了一个扶手 其实外面也很容易可以进来 主人房的衣柜就是这里 三门衣柜 刚才也带大家看那些衣柜的内容 我们先上楼上看看 左边就是family room 这里是open的 可以看到楼下可以看到出去 可以当媒体房 games room 这边有另一个access 这些pennhouse unit 楼上是没有门牌 number 有些小的pennhouse 这些是没有的 真正的门牌 number 会在下面那一层 也有一个full bath 如果真的有gas sleep over 他也可以用楼上这个full bath 去回主人房的空间 主人房来到这边 其实跟楼下是一模一样 进来 这里有个旁边位 你看他这里的设计 放了一个dresser 然后这个洗手间 又是跟下面一样 不是黑刺的 有窗的 还有楼上也有个小小的露台 我们可以由主人房那边去看看 主人房格局一样 也有个露台的 长条形 但是窄 我们可以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下面的露台了 可以看下去 现在呢 我今天展示给大家看的 都是一手楼 即是直接向发展商 它之前好戏的设计 买的 这栋楼 已经入了房 很多人都已经住在里面 也有二手放售的物业 就看各位用家的喜好 你是想买回一手楼 还是二手 但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那个单位是没有人住过 是brand new 其实各位除了有普通的 property transfer tax 还有个GST 5% 那这个是你收楼的时候 要买单给政府的税 留了个厨房 刚才进来太兴奋了 一下子就去了厅 看看厨房 那都是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厨房就是L-shaped 加个island island一样 都是三个巴椅可以放到 然后升盘一样 这边都是四个gas楼头 然后三个大柜桶 这边都是烟机一样 这个是微波炉 下面是焗炉 咖啡机 Penhouse unit 就有咖啡机 这边是冰箱 这个就是储物柜 厨房就是这样 这个unit 跟刚才Penhouse的感觉 我说回我个人的感受 就是这个 其实面积是小一点的 但是它好像一进来 你已经感受到风景 而且我知道很多朋友 是不喜欢向西的 因为觉得是西斜 因为凡库河这边 加拿大始终是冷的 所以好像有些阳光包着你 向西的时间又长点 太阳西斜 这些亮晶进来的时候 感觉是很舒服的 门口就在正后面 所以这个积都不是太浪费空间 就是大门在这里 219 门在这里 你一进来 左边 左边是窗户 右边是一个粉厨房 半次来的 这个空间 让你换鞋 然后我这边是厨房 这边就是一个长条形的钉 都不用想了 不能摆放床 摆放杂物 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就是open view 向西 上面这么高 那个窗帘怎么办呢 是没有一条东西掉下来拉的 这里有个switch 可以向下 大家看看有没有反应 来着了 后面有日落的背景 然后这里有些black hole blind 而且它很静 基本上没有声音 停止了 是楼上那一层才是自动的 如果你说是中间这些呢 那你就是手动的了 你就自己拔了 那现在和大家去amenity's那里看看 在香港住的那些 网友的朋友 你应该没有畏高 是不是 每次都去到三十几四十几楼 我肯定我自己是没有畏高的 但是呢 我现在都有一点害怕 这个泳池呢 是这一栋楼的一个特别的机器 这栋楼叫The Ark Concord Pacific 它更加另一个出名的位置 就是海船门 为什么呢 它左边和右边八七八九Nelson 两栋楼 中间当年有个双连的位置 我们现在其实是二十楼 比刚才Pent House低一点 所以看到的观点也有些不同 开始有很多楼遮住了 中间连成一看 就有一个这样好像空中的泳池 在外观看进来 大家稍后在外面看进来 这栋楼 就会看到中间一个拱形 这个泳池其实就不是很大 三米阔 十二米长 当做做练习楼的话 空间其实不是很大 但它的特别位是下面是玻璃的 所以你在游水 或者我这样看你是看到 直看下去很通透的 看到下面这栋楼的地面 画面的花圆 空间的 它就说这个玻璃是 十五cm厚 六寸厚 声称可以承载到一千六百架车 所以它可以承载到这些水 和人在那里游水 因为现在COVID 全部都关掉了 有机会大家可以来试一下 如果有朋友住在这里 健身房就在这里 现在COVID 有人在这里健身 我们就不进去了 就这样看一看 健身房 这个是派对屋可以设计的 它很大的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 这里是环璃的风景 来到这里自动的灯开了 后面有个弹琴位 这边也有一些沙发 有桌子 有厨房可以煮食 这里是室桌子 里面还有一个厨房 如果你说自己家开派对 或者有朋友来 自己煮食 可以用这个厨房 冰箱、炉头等 全部都有齐了 那个升盘 一直没完 除了我们刚刚在后面过来 这边还有些沙发位 后面还有一张桌子 外面是露台 还有一边在那里 这边还有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那边有个火炉 这边还有沙发位 好的 那我们基本上都搬走了 大家是Pent House的设计 它有一个特别的位置 它有私人的厨房 普通停车场就是这样的一格格 你看到这几个有门的 全白色的 就是Pent House独有的 它有个门可以进去 还有它有自己的门 所以里面除了泊车之外 都可以放一些私人物品 就是多些充满的空间 整栋楼只有这几个 还有它都是充电的 那些车位 那些充电车位 它会弄到有柱 有些是上场的 日常如果想买电车 那些都会比较方便的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Yale Time 附近有个公园 然后那些公园也是很靠海的 后面就是海来的 走过来看看 今天看到一大班加拿大鹅在这里 休息 吃草 久不久就会出现一下 周边也很多人 踩单车吃东西 然后这边的park 一路走过去 Yale Time 附近有很多餐厅 那些 是一个很舒服 很休息的位置 我这个后面 这些全部都是海景公寓 这些是向着南 可以看着这个海湾 这个是内海 然后那边就是Olympia Village 沿海过去 有一堆比这些年份新一点 我们等一下都会过去看看外景 进来Yale Time Marina Side 海边的位置 大家看到有很多露天的餐厅 今天的阳光都很舒服很温暖 有酒吧有餐厅 后面有Starbucks 我们一直这样走过去 这里就吃东西多了 其实都只是冰山一个 如果这里找不到位置 再走进一条街 或者再进去内街 都会有其他不同的餐厅 选择的 刚才看完这些餐厅 走到这边 下面就是那些游艇位 以前也有个朋友 在这里买过游艇位 七十几万架子 然后又送过车位 七十几万其实都是一个 挺贵的价钱 因为在很多地方 就算是单摊 旧的建筑 都能买到一房 不过物以罕为贵 他的思维就是觉得 楼大把继续建 然后车位继续建 但是呢 如果你说在单摊 比较中心位置 附近有得吃 是吧 有得泊车 找到一个地方 可以很容易 可以去到这个 就是自己的游艇位 那就越来越少了 买少见少 所以呢 他最后就做了这个决定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看 我反而在香港呢 好像没什么 去到游艇的地方 这里呢 它是比较安全的 两边全部安装了 然后所有这些 都安装了闪门的 我们这些闪闪人 来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还被闪闪拍住了 那你必须要进去 才可以进去 其实如果真的说 要买游艇 或者买游艇的位 都有很多学问的 那你本身游艇的大小 长短都不同的嘛 那所以你需要的位 可能都有一些不同啦 那当然呢 如果你说拍得出一点 拍得入一点 那又有讲究的 那有些人会觉得 哎 我买过在 直接在那个Strada Office 旁边呢 一定最安全啦 人家想爆我 或者搞我 都不敢搞这些 大家自己决定啦 好 那么分享完 这些有趣的知识 那我们今集就差不多了 那下期 我们就再去 其他地方看看